現在,既然有這些動物本人,那它是怎麼影響我們的股市的? 譬如說股市常常會有不理性的時候,就是所謂的泡沫或者是崩盤的時候 按照其樂的講法,他說這叫非理性繁榮,泡沫化 為什麼會產生這種脫離市場效率的狀況呢? 就是因為這些東西聯合運作的狀況 他們這些東西是靠什麼傳播的? 譬如說信心啊,故事啊,這些東西是透過什麼媒介傳播的 我們一般人會覺得說是不是跟新聞有關係 投資人是不是看了什麼重大的新聞,利多消息然後就進場投資 然後這個消息散播開來的,發現不是 他去研究說,到底股市大漲或大跌的時候那天有沒有什麼重要新聞 都沒有 那前後呢,之前呢,幾個一段時間內也沒有什麼重大新聞 常常莫名其妙就跌啦 或者是有什麼大師出來講嘛,講說現在股市很多 都不是 發現我們人是透過什麼傳播消息的 透過聊天 這也是演化的關係啊 人很喜歡聊天 譬如說你去看你周遭的人 除非他在工作 或者他很專注在做一件事情 除了這個之外 只要有兩個人在一起,他們就是在聊天 因為我們人哦,要活下來哦,資訊是很重要的 包括剛剛前面講的市場裡面,你要獲利資訊是很重要 所以,人為什麼會贏過其他動物,就是我們有交換資訊的功能 我們有語言嘛,所以我們交換資訊很快 所以我們無時無刻哦,只要有空我們就會跟人家交換資訊 哦,這個是對我們自己演化有利的啊 對啊,啊,所以我們傳播訊息最有利的方法就是聊天 哦,比其他的媒體都還有用 譬如說報紙,你就只看得到文字嘛 電話你只聽得到聲音 可是你看不到人,看不到動作 哦,啊,這個email哦,你也只看得到文字啊 對啊,所以什麼東西都沒有傳播的這樣這個這麼有用 啊,新聞有它的價值 新聞的價值哦,就是那個起頭而已 它一開始就播出這個新聞 然後可能少部分的人看到 然後這個人就會去跟他周圍的人講 我給你講哦,怎樣怎樣怎樣 聽說現在哦,MOEUX法 我給你講王建民哦 怎麼會這樣啦,看起來哦,故意故意哦 怎麼會這樣子 就一直講一直講啊 那這個東西就跟傳染病的傳播一樣 傳播得非常的快 然後就會造成這種古事的 這種故事的流傳 啊,一旦哦,這個市場上面 你去觀察 到底現在市場的信心是比較高漲的 還是悲,樂觀還是悲觀的 你去聽那個市場上面流傳的故事 如果新聞常常在講說 誰誰誰,靠錢賺 靠投資賺多少萬 哦,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這都是流傳這種投資成功的故事 代表市場上成功機率很大 或者大家開始在講以前的故事的 哦,以前哦,我剛出社會的時候 台股從兩百多點漲到一萬兩千點啦 開玩笑,那時候哦,怎麼樣怎麼樣 都不用工作 清新買股票都會賺錢 大家都開始在講這故事的之後 就是什麼 市場非常有信心 哦,那如果大家都在講另外一個故事呢 哦,我跟你講 哦,這個哦,證所稅很糟糕 哈哈哈,你忘記了嗎 民國哦,七十幾年的時候 就是說要傳證書 然後連跌十九天跌停板啦 有沒有,大家在流傳這個故事 就代表是不妙了 所以大家新聞要會看 譬如說八千點的時候 政府開始在放出一些暗號有沒有 你要不聽啊 譬如說一直在講說 可能要收證書 所以可能要 啊都沒有動作,你有沒有發現 這什麼意思 就是政府覺得股票漲太高了嘛 他要壓抑一下 他開始散播故事 那他就開始流傳啊 說以前他媽媽哦 哦,怎樣怎樣 啊他自己哦,結婚哦 離婚兩次哦 哈哈哈,跟經濟無關 開始流傳在故事啊 或者是開始流傳貪腐的故事 啊,那今天銀行哦 又有人怎樣怎樣 大家就對銀行失去信心嘛 對啊,對整個金融業失去信心啊 這個信心就會哦 造成股市的崩跌 信心這個東西很抽象 我們人自己也分不清楚 信心是一個普遍的 有點類似 情緒或心情這樣子的 你比較樂觀的情緒 比較高漲 或是你比較低落 就會影響你的決策哦 所以 這個 有時候常常在講說 王建民打球贏球了 啊,股市就會漲 這不是沒有道理的 他當然沒有直接影響股市 可是他影響什麼 影響人民的信心 對啊 所以為什麼股市會跌 就是因為王建民外遇 哈哈哈哈 他是我們這個台灣之光嘛 他現在外遇我們整個人哦 那個信心都破滅了 你說沒有啊 那個新聞出來之前就已經跌了 你搞錯了 效率市場理論 哈哈哈哈 那個新聞還沒有出來的時候哦 就已經有人知道了 就已經先賣掉了 已經反映在股價上面了 是某程度來講是講得通的啊 就那個信心會普遍影響的 你要去看市場上面流傳的故事 所以這個東西很抽象啊 你無法去透過很 標準的指標數據來研究 可是哦 你就是知道 如果你有研究的話 譬如說插協同理論啊 那個1929年還是1987年 崩盤之前 哦 那個有一個投資大師 之前陳佑琳老師有分享過的 叫做巴魯克 哦 他就在那個華爾街那邊哦 跟他是股票作手 然後他去插一下皮鞋 然後插鞋桶就跟巴魯 他不知道他是巴魯克 我跟你講 現在股票多少賺多少賺哦 你要買來支不要股不要股 然後巴魯克哦 這樣子 反紅 哈哈哈 表示股市要怎樣 要反轉啦 因為大家都非常樂觀嘛 過度樂觀了 你要去感受那個市場的氛圍 或者是媒體哦 出版物 這個也是一種故事 大家都在出說哦 十幾歲賺到一億 哦 多少多少創業 19歲哦 總經理 哦 這就是什麼 流傳的一些故事啊 他會把他信心整個帶起來 這是這兩本書主要的內容 一本在講 非理性繁榮 一本在講動物本人 啊其實這兩本書哦 非理性繁榮比較早出 啊他裡面其實也提到很多 那個動物本人的部分 只是比較沒有統整 他主要是在講 我剛剛講的那個 資訊散播的部分 從重性 大家為什麼會去聽別人的消息 然後就去投資 啊這本書專門在講 那個五個動物精神 應用在經濟上面 比較少講到投資 可是我有幫你把它補充 運用在投資上面 認識一下 我們覺得沒有